早上8点多一辆小货车 经过桃园平正地下道 碰得一声直接撞进车道顶部 车厢就像天女散花一样 直接解体 后方的机车骑士紧急刹车 差一点点就被铁门扫到 两个小时后蓝色小货车 同样逃不过限高规定 硬生生撞进车道内 弹了好几下 后方车头倾斜变形 卡在路中央动弹不得 我们在平正要下 没有没有下到 能到一个 我没有看旁边闹到 有没有 驾驶无奈大笑 因为这名64岁徐姓男子 自从苗栗来到桃园送货 会注意到一旁2.5公尺的 限高标示才会误闯车道 你沿坪路那边大阿路吗 你知道到底是那边 你要标示清楚 那边就要标示 全部那个乡情车都卡那边 今天已经卡两点了 附近民众表示 这里是事故发生热点 许多外地民众不熟悉路况 加上没有注意限高标示 就有可能酿成事故 事后小货车驾驶将轮胎泄气 花了半小时才将车辆排除 不过同天同地点 就有两起交通意外 这一状不光驾驶无法送货 事后车辆维修恐怕又是一笔巨额 三立新闻十明起渠道云桃源采访报导 儿子 最后大一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